别人的手是用来吃饭 用来触摸 用来感知 我的手是用来劳动 用来工作 用来去帮助别人 我是杨军 我是一名理发师 这仅向于我下午的时间 我上午的时间 是用来按摩 因为我还是一名脆乳师 脆乳师就是帮助产后 无奶 少奶 产妇妈妈们 解决这个乳汁的问题 让宝宝得到最营养的乳汁 通常脆乳师这个行业 都是女性的 但是我是一个男性脆乳师 开一个美发店 开了很多年 每天上班下班剪的话 很没有意思 我一直都想做一个 学一下别的技能 想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有一次跟朋友 就是在聊天 吃饭 然后朋友提到 崔乳师这个词 刚刚使的话也是很陌生 到后来深入了解之后 就决定要把它做好 因为这个感觉到 一个很高尚的职业 可以帮助别人 现在这个市场需求量 也特别大 未来发展的天井也特别好 刚刚使在学习的时候 会有会感觉到自己有一类的事 男孩你前面中的一帅哥 你好 我是来上课的 高度也是很高级 基本上正常的 人那么小 他就是不太正常 就在这个饭子之间不错 五毫米左右 旁边它两边这个外侧 自己回家也可以按 自己按的话 在这个位置自己拖着 一个手就这样 咱们学院自己组队吧 自己造伴 这个男校园今天没有队友 那我 我只能 在一个模特上嘛是 对 我只能在这儿了 在这个模特上试一下吧 刚来的时候 培训班都是女的 都是阿姨啊 姐姐啊 都是十几个 就我一个男生 老师刚看到我的时候 也特别惊讶 他们还很奇怪 他说小伙子你来干啥了 我说我来学脆弱诗啊 我们班有几个阿姨 同意我在他们身上实操 我这个时候是很尴尬 头 尘 心 闷 说不出来的感觉就是 然后反正是有一点点恐惧 你知道你尝尝 我替我脱肉直播 我知道 我现在已经快毕业了 你快毕业了 真去学了 嗯 真去学了 真假的 真了 真去学了 嗯 我觉得说 咋都是热汉 还是不进去 哎呀 那你 你来一次我死定了 死定了 刚开始朋友不理解 家人也不理解 当时家里人打电话给我 父母在老家可能 就是思想比较保守吧 他们就是感觉自己的儿子 去给别的生完孩子的女人 去接奶了 就是他们感觉到 在相邻面前没有面子 他们感觉面子过一步去 现任之后 我去练顾 那你不非常开心 你不肯定 解我一下吧 我现在早长生了 就疼 好快点儿啊 几分钟啊 现在学这个专业就是退入识 你可能不知道退入识是啥 在你的理解当中 我就给别人生过孩子的女人去寄奶了 她们没奶说去寄奶了 对 心里不舒服 心里退入识 不希望你干的 嗯 希望你理发 不希望你干的 我觉得光感理发日生没有意义 陈先生上班下班的 我是不同意的 好多行业做得最好的都是男性 比如这个服装设计师 化妆师 做得最好的都是男性 还有傅长哥大夫 她就是一个很高尚的职业 这是一个工作 就是我来问一下就是我成绩单出来了吗 那个她跟我说是你那个成绩还是考得挺好了 以后继续加油好好努力哈 好 那了解了 我当时拿到这个证书的时候 我是非常开心的 有证书可以让很多顾客相信我 我是一名脆乳师 你家里那个这些生宝宝没有 刚生过 刚生过 那你知道不知道我现在学了这个脆乳师 你们有这个需要吗 来手够吃吗 不够的话我可以去帮你解决这些问题 你呀 男的就不必要了 你不能接受吗 不能接受 那你有朋友有这方面需要的话 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 我感觉都是 你感觉他们也不能接受 我当时很受打击 我身为一个美发师的话 大家就是推门看到我是一个男性 都很容易接受我 但是我身为一个脆乳师的话 大家看到我是一个男性 大家都不能接受 大家观念还是没有转变 我心里很受打击 网上争议比较大的时候 然后我心里面也有波动 就想是不是选错了这个行业 有很多评论说 说我占了很多便宜 这是占便宜的问题吗 他们找到我 他们不是一个健康的乳房 是我去帮他们解决问题的 每天通过我的微博 有很多产妇妈妈咨询一些情况 但是目前还没有人主动 找我去给他们服务 如果按男性的角度 我看待他一个产妇妈妈的话 我会更懂得呵护他 比如这个人问的更有意思 他说催乳的方法 是不是有风胸的效果 可以美胸 就是可以变得很美 目前就是服务了两个顾客 其实学校已经给我沟通过 二十几个顾客 只有这两个顾客能接受 第一次去到顾客家里的时候 然后虽然之前已经沟通过了 但是他们回到他去到他家之后 他们还是感觉到很尴尬 有一个学员 他就两个手睁开 都准备这样的 想把人家吓死了 我们首先会取一个热的毛巾 大概在50度左右先擦洗一下 把它清理一下 我们就用这个手法的话 就是挤压这个乳运的地方 就是这样 这个是乳运的地方 不是这样的 是来来我示范一下 开设这个爸爸催乳班 也是为了让大家更了解 催乳师这个职业 也是为了提倡这个母乳喂养 教他们一些简单的手法 简单的知识 简单的食疗 去帮助自己的爱人 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特别是半夜 这个乳汁生成 它们有一些障碍的情况 也会出现 爸爸随时随地地 可以帮他们解决 这样的话 会减少产妇很多的痛苦 就这段时间呢 我一直在外面找房子 最近几天想到 我们美发店楼上 有一间房子在闲置着 房间还没有收拾 特别乱 我想把它利用起来 先简单的就是装修一下 做一个自己的工作室 那个方位弄一个紫色的窗帘 就是显得比较温馨有家的感觉 理发师可以帮别人 打造得很完美 很漂亮 脆乳师呢 就是帮助别人解决乳房的 一些问题 这两个工作呢 都是靠我的双手 去帮助别人的 对我个人而言 脆乳师感觉更专业 多多天不离了一个月了 嗯 你做得好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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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脆乳师味也好好干 嗯 脆乳师味也好好干 嗯 嗯 刚开始家人对我这个脆乳的工作 不太理解 现在家人已经慢慢的理解了 特别是我父母给我一个 现在都特别的支持 嗯 我感觉心里面也特别的欣慰 因为有了父母的支持呢 我会更有动力 嗯 然后我想通过我这个工作呢 可以实现我人生的价值 让我的生活也会更好 希望我父母永远有我这个儿子 能感觉到很骄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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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